後面就可以看到一名身穿橘色上衣 假腳脫的男子機車 騎過來看起來是相當的亮眼 不過他的行蹟也很可疑 不斷的左顧右盼 接著來到一副貨車旁 動作非常快速 開了車門 鎖定車內的背包 拿了就跑這過程 短短不到10秒鐘的時間 但殊不知 這一切都被行車記錄器錄了下來 那麼警方貨報 也立刻鎖定對象江人 逮捕歸案代替一段警方訪問 53歲張姓男子送貨至中錯路超商時 因車門未上鎖 招人缺起車內背包 好 這事發就在7號下有2點多 林園區中錯路的一處超商前 當時45歲楊姓男子呢 疑似早就鎖定好這部貨車 那麼趁駕駛下車送貨的時候呢 來竊取錢財 那麼這個背包內呢 總共有3000元 大白天就敢行竊 被逮後人也將居提到案 依法送辦